相信很多朋友都看过地雷战这个电影 但是在真实的抗日战争之中 是不是真的曾经有过那么多形形色色的地雷 地雷的威力是不是真的能够让日军闻风丧胆 那么就让我们走进历史的长河 去探寻一下真实历史之中的地雷战 鬼子来了 鬼子来了 我们的民兵爆炸组就忙着去埋地雷 我们使用踏板做发火装置 这种雷叫做踏雷 一踩成就炸 把它埋设在村口 大道 汽车路和广场这一类地方是最合适的 电影地雷战 1962年12月由八一电影制片厂出品 地雷战所讲述的故事 发生在1942年的焦东抗日根据地 为了抵抗日伪的袭击和扫荡 地区区委会雷主任和赵家庄民兵队队长赵虎 带领周边村庄的民兵 使用地雷战封锁日伪据点 给敌人沉重的教训 影片放映之后 很多人认为这只是一个军事教学片 真实的战场上 根本就不存在影片中那些神奇的地雷 然而随着一系列史料的披露 人们发现地雷战是真实存在的 而且就在焦东半岛 有意思的是在日军的阵亡名单里 你找不到一个被地雷炸死的日本兵 是真的一个被炸死吗 那都不可能的 实际上的原因是这样的 日军并不把被地雷炸死的这些日军 计算到阵亡名单里面去 而把它放在了事故室里面 也就是说踩地雷的日本兵 跟那些翻车死的日本兵 跟那些掉水里淹死的日本兵 是列在一起的 不过在很多日本士兵 或者日本军官的回忆录里面 你都可以找到地雷战的影子 而且他们记录的很多地雷战的战例 非常精彩